你的本金多少?我应该用多少注码? 我是不是在赌还是在投资呢? 这个是有很大分别的 大家好,我是Henry 今天就想讲讲现货金的公式 如何计算贏输和注码和本金的关系 就是我多少本金应该用多少注码? 叫做用多少仓位? 将单应该玩多大? 多小? 如何为之合理? 如何为之太多? 这条片就会解释 如何是一手单 可以每天做到500-800美元的利润 首先这条公式就放在我的右边了 就是平仓价格减入场价格减完 之后再乘100 这个是合约单位不变的 再乘一个手数 得出的结果就是你单人赢多少钱? 现在一个例子就是Henry在$1,900 买入一手黄金 然后金价升到$1,920的时候 就赚了$20 平仓只赚离场 究竟这一手单位Henry是什么利润呢? 就是很简单 1,920 减回这个$1,900 再乘100 这个数字不变 再乘首数就是1 所以答案就是20乘100乘1 结果呢 所以就是$2,000美元 这张单我赚了$2,000美元 所以你说做不做每天的目标呢? 是做到的 其实我们每天的目标 可能只是$5到$100一张单 那你喜欢做多两转的 那用这个来做目标都很足够了 那如果你一天用$5来做目标的 那你一手单就是$500 那如果你是用0.1手来做目标的 那你一天$50美元利润 那如果你一天是用$10来做单的话 那你目标是$5,000美元一天 那大概是$30,000多元 那都不少了就已经 那所以呢 今天就想讲一讲这件事 那然后就是说我们用多少本金 来玩多少的手数 是比较合适的 那例如我们有$10,000美元的一个本金 那我们呢 就会用一手或以下 那我们就可能用0.6 0.7去做单的 那就是总共场内最多 你就玩一手好了 1.0手 那例如刚才的例子 你赚了$20,000 其实你都赚了20% 那就是去到$12,000的 用刚才的例子的话 那所以已经是非常之足够了 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尽 是最多的 我认为是最多最多 有些朋友 他会一万元玩两手 玩三手 我就不建议的 那当然我阻止不了你啦 那但是 我就希望 是理性地进取 这个是我的格言 我常常都这样讲的 那所以呢 就 很清楚 所以就想跟大家讲呢 一万元美金 你就玩一手好了 你十万元美金 你最多最多 玩十手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建议 那又或者 0.5手 那其实你可能玩 几千美金的本 你都是玩零点几手而已 你一万元美金 你才做一手 这个是我的建议 那其实大家都看到 哪个损失很简单 那其实都是一个减好 两个成好 那那个重点就是 如果大家在入市之前 那你知道那个注码 知道你的本金 大概会为你带来 多少的目标 或者多少的风险 那投资 第一个目标 就是保护风险 那所以呢 那你就要知道 原来 那单 多少多少的风险 就会赢输多少 那你心里有底 你心中有数呢 你就会安心很多了 你就会入市之后 原来主要哪个位 我就指示 走咯 下一张咯 这个没所谓的 投资最重要赢多输少 这个都是人生目标来的 那就是说 你在设定目标 或者设定风险的时候 你知道大概 那位去到哪里 你就不会说 我赢输多少 我不知道的哦 我玩多少 我不知道的哦 我不知道的 预期的风险 预期的目标去到多少 赚多少 不知道的啊 就不是这样的 全部呢 都是计算完数 才去进的 即使你进的位置不漂亮 起码你知道 原来哪个位 我就要离场 也是根据你的图表分析 去得到出来的这个 那注码控制呢 在投资市场很紧要的 就是你玩多大呢 其实 你的本金多少 我应该用多少注码 我是不是在那儿赌呢 我还是在那儿投资呢 那这个呢是很大分别的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 善用你的本金 好好地去 做一个交易啦 那样然后 才可以做到一个 稳定利润 赢多输少的一个境界 然后就纪律去执行你的策略 那这个呢 是我认为一个 挺好的一个心态 和一个方法 那都是希望大家 入场前呢 懂得计算 原来自己的本金 是适合什么注码 然后 先再去入市 再设置一个 指赚和一个 指洩位 那呢 就是一个短炒 trader 应该知道 入场前 懂得计算 计算了 再去摆回这个风险 和这个目标 那你就会更加安心 那你就会玩得更加舒服 那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是over trade了 我是玩多了 重手了 那为什么呢 你经常会说 轻手一点 那然后呢 就好好地去玩 那然后再去做一些技术分析 再去做一些 图表的一些练习 就是你多少本金 玩多少手数 尽了 应该要冷静慢慢玩 就不要重手一波 就博一博 这样的心态 那就不要用赌博的心态 来做短炒 短炒都可以稳定获利 都可以好好地玩的 那如果有一条片合用呢 可以分享给你身边 开始炒金的朋友 或者刚刚可以接触黄金的朋友 那这个都非常之有用的 那其实 可以了解了这个概念 那可能对它有更加多的进步 那这个呢 都是我的原意来的 其实短炒长渣 都要控制这个注码的 那不一定说我短炒是危险 长渣就安全的 特别黄金的图 或者最近的市 长渣都没什么水位 其实 香港很多人玩黄金的 他们可能未必找到一个方法 或者一个合理的注码 去玩的 那这条片呢 非常适合他们 那这条片呢 就说了一个重点就是 注码控制 即是仓位控制 很重要的 那和风险管理呢 是横幻相扣的 而且你的本金和注码的关系 是要做得很好的 你才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获利 做到赢多输少 即使短炒长渣 都要 都要留意这个注码 和放回一个风险 风险和这个注码是横幻相扣的 互相影响的 那如果用得好 那便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那如果做到这件事 当然非常之好 那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如果做到的话 之后你就会有更加稳定的收获 那想看多些 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 看影片 直播 或者其他文章的内容 那我的直播呢 成两个多钟头长的 那可能不断在那里讲 很多心得 一些技术 一些心态 分享给大家 怎样划线啊 注码怎样摆啊 指舍指赞 应该怎样摆啊 那或者有什么方法 真的可以包你赚钱啊 拿着单单 怎样可以赢啊 那如果你有耐性 慢慢看 那你有些得着的 那这两年都是这样做的了 那如果想看一些生活化的内容 那可以看回我的Instagram 那多谢大家去follow 去subscribe 那很多谢大家去 喜欢我的内容 我的分享呢 今天就两个重点 注码 和你的本金的关系 那做这件事非常之好 那其实你是很坚定去执行自己的策略 例如 我几多半金 我才玩多少 轻手就玩多少 重手我玩多少 全部都是自己计算之内的 那就是投资 就不是赌博 不是就是乱按 所以呢 我们就要学好这件事 那就心中有底 那不讲太长 希望大家就思考一下这件事 即使有上我课 或者未上我课 或者准备上我课的话 都好好地去了解这件事 从而做一个赢多输小 那就对你的交易非常之有用的 那 多谢大家收看 一起杠杆时间 那就是人生 我们下次再聊个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